中俄联合高规格反导演习 计算机推演却堪比实战 两军兼并兼协同作战的背后 显示何种大国军事故事 面临日趋严峻的地区反导形势 中俄联手又将如何共同出招 中俄联合反导 舰指长空 深度国际 为您解析 12月11号 空天安全2017 中国第二次首长司令部 联合反导计算机演习在京举行 到16号 这场演习落下帷幕 从发布消息起 这场演习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那么这样一场没有实战的演习 为什么会引起一些 域外国家的格外紧张 尽管我们一再强调 演习并不针对第三方 但为什么就有一些国家 却偏要对号入座呢 那么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演习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2月11号至16号 中俄两军在北京举行了 空天安全2017 中俄第二次首长司令部 联合反导计算机演习 此次演习 双方上演了通过共同演练 防空反导作战筹划 指挥火力协同等魅力 应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对两个领土的突发性 和挑衅性的打击 演习不针对第三方 此项演习由空军具体承办 未来中俄双方将根据需要 加强在防空反导领域的合作 一个概念呢 是中俄联合的军事演习的 一个种类 第二个概念是首长司令部的演习 而且是战略级的首长司令部的演习 我们出动的是空军参谋长 他出动的是空天防御部队的 第一副司令 第三呢 是计算机模拟演习 双方把各自的反导防空武器的数据 输入一个计算机系统当中 模拟来袭导弹的频率 批次 雷达 搜索系统 方向等等 双方统一配属兵器进行拦截 拦截的主要是弹导弹和巡航弹 其实此类中国空天防御联合演习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016年5月 中俄两国就举行了名为 空天安全2016首次联合计算机 模拟导弹防御演习 演习地点在位于莫斯科的 俄罗斯空天防御部队 中央指挥所的科研中心 当时的演习更多的集中在 突然发现对两国同时 发动攻击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弹 两国进行沟通之后 同时进行拦截 而这一次的联演地点是在中国 是在北京 那么它的拦截方向更多的是来自于 东北亚方向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弹的威胁 用自动化指挥系统和防空系统进行模拟发射 对于演习目的 俄国家军火部杂志主编维格多·莫拉霍普斯基城 这一演习是为了测试防空和反导系统的兼容性 这里指的是双方信息交换模式 数据传输匹配及其他技术问题等 这次明确提出 除了反弹道导弹还有反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现在是亚太地区面临的两个主要的地区性的一种威胁 而且亚太地区的反导形势也正在严峻化 我想加上巡航导弹 对双方的空天防御都带来了更多的实战性 因为现在我们周边大规模的很多未来的威胁 很可能是以巡航导弹的方式体现的 这种巡航导弹可能是传统的高亚音速的 也可能是未来超音速的 现在很多是装备了超音速的导弹 另外还有一些高超音速 因为空天防御 它还有一些大家发展的高超音速的手段 这些手段都是在未来的双方之间关注的威胁里头 那么有可能在巡航导弹的推演 对这些不同的目标进行不同的应对 使用不同的火力和兵力 因此这个当然实战性就更强 而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今年的中俄双方联合反导能力 实现了从背靠背到肩柄间的跨运 双方的军事互信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背靠背指的是在演习期间 中俄双方作为对抗性的演习 比如俄方演蓝方 中方演红方 双方通过计算机模拟推演里头 进行红人双方的对抗 双方的做方案是背靠背的做方案 双方都不同气 然后把这个已经做好的方案 拿到导演部 由导演部统一来进行导调 来进行推演 就根据双方的这个作战方案进行推演 然后再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 红方占优还是蓝方占优 而这次的肩并肩演习 是一种形容的方式 实际是指的这次中国和俄罗斯 共同演的一方 共同演红方 而且采取火力协同 实际兵力协同 再采取协同作战的方式 共同面对类似的威胁 双方的兵力协同 火力协同 再共同抗击 这个共同的来袭的目标和威胁 这就叫肩并肩 采取肩并肩的方式 复杂度不亚于使兵演习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双方不仅要克服 司令部程序不连 传达指令不畅 计算机语言不通等问题 来实现双方兵力火力的协同作战 还要将各自兵器的数据链 毫无保留地进行连通 这意味着数据的面对面 当然在反导防空方面 俄罗斯领先我们一小步 它甘意将领先于我们的反导技术 拿出来输入到一个计算机 指挥系统当中来 我认为这是高度军事互信的一个体验 去年是联合拦截 今年加上了情报的沟通 联合指挥战术协同 我认为第三次必然要走向 士兵或者首长司令部演习 带部分士兵 之后形成两国至少是在东北亚地区 在俄罗斯远东方向和中国的东北地区 可能会尝试着搭建一个联合的防空反导网络 11月30号下午 我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在众多摄像机面前强调 中国反导连演不针对第三方 中国双方连续两年表达了这一态度 不针对第三方首先是一个政治上的选择 所谓政治上的选择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我们不是一个结盟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是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那么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把政治和意识形态 这些对抗融入到国和国之间关系里头来 本身反导体系它是一种防御体系 是你导弹来打我了 我要对你进行拦截 但是谁的导弹会打我 它来自于我们说不针对第三方 但是导弹一定来自于第三方 我们说我们不主动去威胁别人 但是别人也不能威胁我们 我们所说的不针对第三方 是指我们没有预先说 我设计这个东西就针对哪一个国家的 我们设计这种联合导弹防御体系 是针对于来自于哪一个方向 哪一个领域的威胁 导弹威胁 只要存在这种威胁 我们就要搭建这种体系 尽管如此 中俄空天安全领域的联合演习 连续两年都遭到了外媒的大肆宣传和炒作 美国华盛顿时报网站7月12号报道称 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全世界与美国作对 莫斯科和北京在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方面 拥有共同力 他们正在空天安全领域开展积极合作 其实关于空天安全领域的中俄威胁论的出现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就在去年空天安全2016中俄反导联演期间 俄罗斯试射了努多尔和A-235反导系统中的 一枚反导导弹 美国国防部立即指责中俄 这是专门针对其部署的欧洲反导系统的联合行动 由此可见 中俄在空天安全领域的联合演习 一直牵动着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 那么空天安全到底指什么 国际社会又为何会越来越重视这一概念呢 空天主要是我们空军和俄罗斯的空天军 他们负责的范围 我们虽然叫空军 但是我们空军的战略是空天一体的 就是空和太空中间之间实际是连续的 那么为什么现在空天防御的问题提得越来越紧迫 因为太空军事化这些年来发展得非常快 而且太空军事化了有些很多新的威胁新的领域出现 比如说X37B 美国的X37B在太空连续飞行了两年多的时间 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那么这是显然是个军事手段 因为全部是用军费来研发的 虽然中国俄罗斯提出了要签订条约禁止外太空 禁止太空的军事化 但是美国很明确地拒绝了 美国不同意 因为美国在这个太空领域里头 它占有优势 在技术上和实战上它都有优势 它不愿意放弃这个优势 那么这个太空军事化就是一个一定的一个数 一定会走向军事化 所以大家关注空中 临近空间和太空的军事化 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选择 中俄联合高规格反导演习 计算机推演却堪比实战 两军肩并肩协同作战的背后 显示何种大国军事互信 面临日趋严峻的地区反导形势 中俄联手又将如何共同出招 中俄联合反导 箭止长空 深度国际 为您解析 今年以来 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紧张 美日韩三国在附近区域 开展了一场又一场的军演 军演的规模日渐扩大 同时越来越多的具有进攻性的大杀器 被运了进来 撬动了地区的安全结构 也影响了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近期美韩军演连连 日本欲加强本土反导体系 这一切加大了中俄 在整个地区安全上的压力 那么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地区局势 中俄将如何共同应对呢 韩美史上最大空中联合演习 韩国媒体这样形容 12月4号至8号 韩美两国空军 在半岛上空进行的代号为 警戒王牌的年度大规模联合空中演习 据报道 这次军演 美韩空军共有230多架飞机参加军演 美军甚至出动了B1B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F22猛禽战机和F35闪电战机等参加 这是美国第五代战斗机首度冰离亚太 更值得关注的是 韩国SBS电视台报道称 在韩美举行联合空中演习的首日 韩国军方发布了一则意味深长的消息 6架F22战机 6架F35A战机演习结束后 不会立即返回驻日美军基地 这似乎意味着 在结束为期五天的联合演习后 美军的F22战机可能仍将留在朝鲜半岛 美国对朝鲜的军事选项 或许将完成启动准备 韩国SBS电视台报道称 美国对朝军事选项共分五步 最后一步是在朝鲜半岛 部署空军战略打击武器 这里的空军战略打击武器 是指能够精密攻击朝鲜核导弹设施的 隐形战斗机F22和F35 此外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 部署在安德森空军基地的 美国B-1B轰炸机编队 也飞临半岛参加了轰炸演习 B-1B有死亡天鹅之称 与B-52 B-2并称为美国三大战略轰炸机 具备地毯式轰炸能力 破坏力强 最大载重 具三大战机之首 韩联署认为 B-1B编队现身 对朝形成了极限压力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2号发表声明 谴责美韩针对朝鲜的史上 最大规模联合空军演习 把一触即发的朝鲜半岛尖锐局势 推向爆发边缘 分析认为美韩军演将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对峙 为地区和平安全带来隐患 咱们看到空中和空天 是一体化的 惊火的危险 另外各种的探测手段 美国的卫星现在在向这边激动 对朝鲜的监视是非常绵密的 韩国也是像日本也是这样子 这个空中的 这个太空的侦察手段 通信手段 导航手段 就是太空的 都在这儿向这儿集中 那么未来在这个地方对抗 空天里的范围的对抗 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我们关注一下这边 是很必要的 有分析称 自去年中俄第一次反导联合演习之后 北约提高了对抗的级别和态势 美国也趁机开始了大规模的导弹升级行动 据英国金融时报10月18号报道 美国国防部方面于17号确认 美国将向波兰出售价值105亿的 爱国者导弹防卫系统 北约在东欧的反导围墙 再次天砖加瓦 一个反导包围圈正在形成 对于俄罗斯来说 俄罗斯更看重来自于西部方向 和西南部方向的威胁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就是东北亚 就是来自东部地区的威胁 俄罗斯认为北约不断向东东扩 美国的奥巴马时期的 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已经北约化了 成为北约的导弹防御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不断地向俄罗斯边界推进 推进的结果就是 在俄罗斯的周边形成了一个金刚照 我可以打你俄罗斯 你俄罗斯不能打我 所以俄罗斯很着急 它才在2007年提出 跟我们搞这个反导防御合作 据朝日电视台10月14号报道 日本防卫省称 机构将引进美国的新型导弹 拦截系统陆击宙斯盾 舆论认为 这是日本对10月6号举行的 日美首脑会谈上 美国总统特朗普 要求日方大量购买美国军事装备 给予的回应 有分析认为 如果两套陆基宙斯盾系统落户日本 那么美国在欧亚大陆东侧的 反导系统也将会实现圆满 美国全球反导体系的框架 也将基本完成 美国和北约正在建立 全球反导系统GMD 在欧洲方向叫EPAA 欧洲分阶段部署适应方案 已经部署完毕 就是海上的宙斯盾上岸 标山上岸 在地中海南岸地区进行部署 在罗马尼亚在波兰等等 进行部署 已经形成了欧洲地区的 战区反导体系 同时美国在亚太地区 以日本为核心 开始部署金刚级的宙斯盾舰 另外标准山也要上岸 加上在中东地区 以色列通过引进美国的反导技术 也形成了自己的反导体系 那也是美国的 可以借用的反导体系 其实这三块是连成一体的 安倍政府陆基版宙斯盾系统军备订单 加剧了东北亚区域攻防态势的动荡 并对该区域相关方的国家安全利益 构成威胁 俄罗斯外交部早就强硬发声 对日本引进陆基版宙斯盾系统表示担忧 中国也对此明确声明过反对立场 在此背景下 美国仍高调在东北亚搅动易吃春水 其背后的意图是什么呢 美国很重要的发展反导系统 它有一个设想 第一个就是它自己国家的绝对安全 所以现在从美国来说 它发动核打击的能力非常强 同时它要求发动核打击 不受核报复 它就要大力发展反导力量 战略反导 战役反导和战术反导 另外一个它要通过反导 把它盟国拉进来 更加是加强盟国军队的一体化 这个一体化是通过反导 不仅仅是反导 你要有反导 就有前端的对导弹的侦察 预警 另外情报回传 情报的传输 还有一个通信 还有一个指挥控制 对武器的控制问题 这一套的整个信息化信息链的构成 它就把整个的盟国就落到它体系来 谁能提供这个情况 只有美国能提供 第三个 美国这个反导是它一笔巨大的裁员 美国曾经预测 整个反导体系大概是 市场规模大概在两万亿 就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术的反导体系 整个市场规模全球性的 如果销售的话 大概在两万亿美元左右的 这样一个市场规模 它现在远远还没有达到规模 大力推销反导体系 要求盟国都购买它 中俄联合高规格反导演习 计算机推演却堪比实战 两军肩并肩协同作战的背后 显示何种大国军事故性 面临日趋严峻的地区反导形势 中俄联手又将如何共同出招 中俄联合反导建制长空 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这些年来 中国之间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合作行动 在稳定地区形势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如今 在地区形势并不太平的情况下 中国之间未来有可能会开展更多的合作 但奇怪的是 只要中俄一开始合作 就有一些别有用心的言论出来 散播所谓的威胁论 那中国之间的合作真的会威胁到谁吗 从中俄发布要军演的消息开始 就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开始借题发挥 甚至开始了所谓的应对措施 据报道 11号至12号 美日韩三国在日本附近海域巨星演习 重点加强弹道导弹信息交换 以及导弹飞行轨迹追踪能力的演练 日方派出金刚级神盾护卫舰鸟海号 美韩也派遣多艘船舰参与 训练主要内容是合作及分享导弹拦截资讯 这是巧合吗 10月17号 中国国防部就对外公布 中俄将于2017年12月11号至16号 举行中俄第二次首长司令部联合反导计算机演习 而日方12月10号才对外发布该消息 此举背后的目的耐容许位 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拥有弹道导弹 有20多个国家拥有中程弹道导弹 还有将近七八个国家拥有洲际弹道导弹 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国家 那你就有可能产生发射或者意外发射 那就这就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威胁 在东北亚地区 这个美国在向这一地区部署弹道导弹和舰艇 那就潜射的弹道导弹在关岛 在西泰地区密集的部署着 另外它的战略轰炸机动不动就到朝鲜半岛 到日本海进行巡航 那它搭载了大量的空射的巡航导弹 同时美国本土还有很多洲际弹 也对准了这个方向 很明显这种威胁是存在的 尽管中俄不针对第三方 在军事合作中也尽量避免引发联想 中俄开展的反导演习 也并没有进行实战环节的演练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俄反导的能力差 中俄的反导也不仅仅只停留在 白白鼠标的层面上 今年上半年 中国航天科研部门曾公开宣布 以成功研制新型空天防御导弹 可在数万米高空 迎接大约相当于27倍音速来袭的导弹 有分析认为 中国已击身反导强国之力 上个月底 据媒体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称 日前俄军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导弹试验场 进行了一次改进型反导拦截弹的发射实验 根据媒体分析 这枚拦截弹是5376改进型拦截弹 是A-235拦截系统的主持人部分事 就在此次军演前 中国海军举行了蓝箭杯导弹专业竞赛性考核 组织三大舰队的新型护卫舰 在近似实战环境下进行了高强度对抗 对防空反导这一课题 进行了实兵实战的专项演练 中国海军的反导能力得到了检验 由此可见 中国的反导能力在近些年来得到了加强 未来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来自任何地方的威胁 一个大国的标配应该拥有核武器 战略进攻武器 还应该有战略防御武器 一手是剑 一手是盾 任何大国都是这样的 剑与盾要同时具备 这是大国的标配 我们的战略进攻武器发展很快 但是战略防御武器我们也在发展 俄罗斯也是这样 一手是剑 一手是盾 那现在我们两国既然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我们能否在反导领域也进行战略协作 俄罗斯很早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随着周边弹道导弹威胁和巡航导弹威胁不断加大 两国开始重视这样的一个话题 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广泛的疆域 一定要形成全域防空 整个的领空应该是安全的 我们说到2035年我们要实现现现代化 这也包括军事现代化 一些核心领域军事领域的现代化 那么防空反导现代化 是国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果我们的反导防空的技术上去了 或者说我们借助与俄罗斯的合作进一步提升了反导防空的能力 那我们意味着进攻和防御两手都应了 无论是什么时候两手都要应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是一种结伴不结盟的关系 中俄两军的关系是友军不是盟军 这种新型的安全关系有利于地区的稳定 同时我们也相信 随着中国提出的新型安全观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 将会使得地区局势和平稳定 持久发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